大家好 又是我 副多人 登一生 看看我身後面是甚麼地方 是在運動場 為何我們來運動場 其實今天細陸是Sport Day 出來幫他拍照 還有借這個機會想講解一下運動曲線 究竟運動曲線是甚麼 等一會你就知道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記得之前有朋友問我 其實你拍這張照片 特別是拍運動照片 拍這張照片其實快還是慢有甚麼準則 大家看看這個很簡單的示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跑向你的選手 在畫面上變化 沒有橫向的一些跑手 變化那麼快 所以應用在快門速度 橫向的跑手 需要快一點的快門 去拍攝 所以拍這張照片 首先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這件事 在畫面上變化有多快 這些完全是由它的方向和速度影響 速度越快 變化越快 你需要用相對快一點的快門 去鎖緊動作 在這裏特別分享我過往 一些運動攝影的 拍攝作品 應該有些朋友都會問 你玩港又快又慢 不如用一個快的快門 去拍攝運動照片 就可以了 可以拍攝得好一點 其實 快的快門 都會受到 現場環境 的一些光線條件 影響 你可不可以用一個快的快門 如果現場環境是暗的 你又不可以下這麼快的快門 你又要選擇 運動攝影 曲線最慢的點 然後去拍攝 譬如正向的運動選手 就會比側面的選手 去拍攝 譬如網球的 擊球那一下 其實是最慢的 你就可以拍到照片 你要靈活運用這些技巧 你的照片就會得心應手 在這裡特別分享多一個 小小的提示 關於跳高 其實對焦來說 你如果用Singlesuit 或者AI Servo 或者是一些Moving Object 都其實拍得不好 這個時候你就要 用陷阱式對焦 對焦就要對他那支光 起跳的時候 你就按鍵 拍攝就已經可以了 剛才運動曲線的講解 相信大家都大致都明白 究竟 在什麼時候 是要用一些快點的快門 什麼時候 是用一些 相對可以慢點的快門 去拍照 拍一些action photo 我盼望這些資訊 都能幫到你 在下次 如果在一些運動攝影的時候 可以靈活地運用 這些原則 好了 今天這條片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免費的訂閱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請給個鐘 或者like 去支持 鼓勵我 好了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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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